安波华语足球快训 2021年3月25日 英格兰取圣卯难度 周五凌晨 世界杯欧洲区外维赛 I族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英格兰主场迎战圣玛丽诺 两队整体实力相差悬殊 英格兰这边欣慰十足 而圣玛丽诺难以与之相提并论 加之两队过往四次交锋 英格兰不单指大获全胜 并且期间单场至少入五球之余 还能临风后者 赠上所述 此番里应看好英格兰轻松摘得胜果 英格兰目前FIFA世界足球排名高居第四位 可见球队放眼全球都是顶尖队伍的存在 而且目前队中青年才俊锦喷 主帅修夫基 可谓正面临住幸福的烦恼 因为英格兰坐拥一众欧洲好手 近期状态火热的连加特 而菲尔科独 布卡约萨卡 美臣莫特近况都十分稳定 当中菲尔科顿与美臣莫特 均在英格 篮上账面对冰岛的欧国联赛室中 做出贡献 加之队中还坐镇夏利卡尼 拉舒福特和基尔霍加等顶级球星 球队战力十足 修夫基该如何排兵布阵值得期待 而且英格兰主场表现十分出色 球队上年能够击败人称欧洲红魔鬼的比例时 就充分体现出他们主场龙的本色 英格兰在近51次主场中 仅遭遇三场失利 余夏则是录得42胜六合的不俗战绩 相信金扑坐拥主场优势的英格兰 欲撕裂圣玛利诺的后防线简直一如反掌 另一边乡 圣玛利诺是一个仅有三万多人所组成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球员储备与上述的英格兰 相比实在相差太远 虽然他们精神可佳 但现实可残酷的 圣玛利诺至今从来没有赢过一场比赛 球队此前142场大赛外围赛 终于胜难球 只录得了三合139负的糟糕战绩 而他们在2001年4月与拉托维亚握手沿河 该场合局是球队此后 的世界杯外围赛中唯一一场不败 其余全部以失利告终 如今要面对实力强劲的英格兰 各方面均处于劣势的圣玛利诺 毫无胜算可言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收听 期待与你再会